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经济来源 那么在生活中她会失去主动权 并且生活也会渐渐地让她吃尽骨头 金钱的魔力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金钱的魔力实在不小 她已经吃遍了全世界的穷人 但是在这世间 并不是每个女人都拥有赚钱的能力 一个人想要变得有钱 必须热爱事业 善于学习 以及在奋斗的路上 能够坚持无懈地付出努力 努力意味着改变 当一个女人能为自己的生活保持经济独立 能守得住自己的钱时 她的生活会越过越好 那么一个女人变得越来越有钱 是什么样子的呢 依赖心理变小 懂得靠自己 依赖心理就像是一条巨大的王蛇 她会渐渐地吞噬掉一个人的能力 吞噬到一个人奋斗的决心 直到最后变得慵懒 不堪一击 三毛曾说 世上的喜剧不需要金钱就能产生 世上的悲剧 大半和金钱脱不了关系 依赖心理太重的女人 常常会把婚姻当成自己的保护伞 无论家境如何 不愿意和丈夫一起分斗 一起努力赚钱 经营家庭 女人在婚姻里 如果她依赖心理太重 她会变成男人的负担 并且因为不独立 她会渐渐地与社会脱轨 她赚钱的能力也会逐渐降低 无论是内心还是物质上 都会变得越来越贫穷 真正越来越有钱的女人 她们总是保持经济独立 保持人格的独立 不管男人有多爱她 她总是懂得靠自己 靠自己去努力工作 靠自己努力去钻研 让自己不断变得强大 一个女人越来越有钱时 往往离不开她的学习力 在打拼的路上尽管很辛苦 但是女人愿意花心思与精力 一点一点地去克服困难 并且不断在成长的路上 积累经验 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越优秀的女人 才能够赚到越多的钱 二 活得有目标 懂得咬牙坚持 在奋斗的路上 充满了挑战 充满了坎坷 那些陷入贫穷的女人 往往习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又或者没有清晰的目标 做事总是像一只无头苍蝇 毫无头绪 甚至遇到难题 没有毅力掀齿 在人生路上 如果一个人没有清晰的目标 对自我没有清晰的认识 那么她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 到最后都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女人如果想变得越来越有钱 就应该坚定自己的目标 并且付出十倍的努力 去用心捍卫自己的梦想 直到她得以实现 隔音连臂中说 日日行 不怕千万里 常常做 不怕千万事 真正越来越有钱的女人 她们愿意为了目标而努力 不管生活给了她们多大的难题 都不会轻言放弃 目标越清晰的女人 越懂得忠于自我 懂得在一个领域深耕 遇到困难 会不断地为自己投资 不断地提升自己 直到突破自我 跨越事业中的平静 以及困难 三 社交圈变小 人脉的质量越来越高 朋友就像一面镜子 你与什么样的人同行 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在人生路上 如果一个女人 变得越来越有钱 她总是保持着一颗积极 上进的心 不断地去学习 不断地去奋斗 那么 她身边的朋友 也会渐渐发生变化 一个女人越优秀 便意味着 她的人脉质量 会越来越高 因为 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本质是 利益交换 当一个女人 变得越来越优秀时 那么 她身边那些 没有价值的人脉 会渐渐被筛选掉 留下来的 往往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以及比她优秀的人 女人变得越来越有钱 那么她也一定会越来越懂得如何择有 因为低质的人脉 会消耗她的时间与精力 为了让自己 获得更多的成功 让自己有更多的精力 与时间去赚钱 女人会 远离低质社交 一个女人变得越来越有钱 是从她身边的朋友 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开始的 四 如何让自己变得更有钱 想要有钱 那么就从这几个方面下功夫 你也可以实现经济自由 一 去不断地行动 俗话说 活到老 学到老 如果一个人总是有一种依赖心理 那么他就会逐渐地丧失自己的能力 最后变得碌碌无为 女人没有独立的意识 在婚姻中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自主权的 何时何地 你要有自己的能力 和赚钱的本事 不成为别人的负担 这样你也会逐渐地自信 能力是人格的独立 经济的独立 不管你的伴侣有多爱 你始终可以靠自己 那么 你只会越来越好 一个人越来越有钱 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他不断地学习力 在打拼的路上 每个人都会很幸福 只要你一点点的进步 终究会迎来 你想要的一切 朋友东娜 为了能够成为一个 合格的神迹师 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实习的时候 别的实习生都完成了 事务所合伙人出的难题 只有他 没有一点进展 他不愿意放弃 每一次都加班到很晚 想在公司以往的 客户资料中 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能够帮助他完成 实习生的考验 最紧重着 终于能够留下来 就算再难 他也没有想过退缩 随便找一个工作 进入到了舒适区 后来终于考上了注册 会计师 或许高薪也不再是梦 格拉德威尔在一类一书中写道 人们眼中的天才 之所以卓越非凡 并非天资超人一等 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 人就是这个样子 不逼自己一把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潜力 到底有多大 其实 成功和失败 就在犹豫的一瞬间 如果选择退缩 这辈子都不可能达到 理想的高度 想要赚更多的钱 就要吃更多的苦 受更大的罪 在这些伤痛中 学习到宝贵的经验 在历练中 获得真正的成长 二 不断学习 提升自己 钱与一个人 是有缘分的 人生下来 什么都不懂 看这个世界 是茫然的 不管是谁 是什么样的家庭 什么样的出身 都要用自己的脚 去走未来的路 这个社会上 竞争力强的 一定是真正有实力的人 所以 不要羡慕那些 出生就含着金钥匙的人 而是应该让自己 有一技之长 哪怕起点低一些 也要在后天 不断努力去学习 去弥补 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不断地去探索挖掘 不能只懂得 表面肤浅的东西 而是真正的用心 在自己的专业深耕 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思路 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你做到的事情 别人做不到 别人能够做到的 你能够做得更好 那么 不用再发愁 怎么才能获得高薪 会有很多伯乐 慧眼十足 会不断地争抢 像你这样的人才 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 不必发愁 没有赚钱的门路 而是应该 静静地静下心来 找到正确的方向 一点一点地 积累经验 成为实力雄厚的人 就会实现财富自由 达尔文在 《物中起源》中说过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女人请努力生活 努力赚钱 女人永远别停留在 舒适区 而要让自己的 奋斗的意志力 越来越弱 钱可以改变 一个人的生活状态 也可以改变 一个人的处境 不管在怎样的人生阶段 请努力赚钱 无论婚姻是幸福 还是不行 女人保持经济独立 会永远活得有底气 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感情 都可能会发生质变 但只有你 会忠于自己 如果 你有赚钱的能力 能保持 经济 与人格的独立 那么无论 这世界有多大的风雨 你都不会惧怕 也不会退缩 用心去经营好 自己的人生与事业 让自己像光一样 活得璀璨 活得 明媚 动人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